哈囉小伙伴們大家好 我是超鐵俠 今天我們帶上這四款武器去挑戰喪失模式 現場的武器我們按照火力進行的擺放 首先火力最強的是坦克 第二輛是機甲 第三輛是武裝戰車 第四輛是帶火炮的小型推車 那麼首先我們這次的這款推車是安裝了一頂機槍 它的射速很快 但是威力不強 然後比賽第二輛的武裝車輛呢 它是越野車改裝而成的 它的前方安裝了八頂的機槍跟六門的重型火炮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火炮威力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火炮威力還是挺強的 但是缺點就是它的後座力太大了 我們繼續往下看 現在看到的是一款機甲機器人 這款機甲機器人安裝了機槍跟火箭炮 它的這個射速非常快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行手速度太慢 然後最後面我們看到的這款是一款重型的坦克 它的火炮射速是這幾款武器當中火炮射速最快的 而且威力也很強 好的 這幾款武器我們都介紹完畢了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帶上它們去喪屍模式檢驗一下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喪屍模式的挑戰場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的是一把GG槍啊 這把GG槍呢 在以往的遊戲當中超級獎是比較少用的啊 今天呢 我就為大家展示一遍啊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槍吧 誒 這槍呢 我是兩槍打到一個嗎 不會吧 這個準度有點低啊 看來我們必須要打喪屍的頭呢 才能一槍一個啊 確實是這樣的啊 如果打他的身體呢 他的傷害就比較低啊 所以我們盡量打他的頭啊 瞄準來 往他的頭打 如果沒打到頭呢 就是要兩槍一個 在我們前進呢 每狙殺一個喪屍啊 都是可以賺起軍閉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多居殺一點喪屍啊 我們才有足夠的錢呢 去買我們要的裝備啊 剛剛我們是放出了那四款裝備 那麼最便宜的一款呢 就是前面帶有推廠的那一款啊 那麼首先我們先放出他 而且他的威力呢 也算是比較小的其中一款啊 那我們從低打到高啊 最後面再放出那個高級坦克啊 來看一下這四款裝備呢 在喪屍模式當中起到的作用到底如何 好的 我剛才看了一下 我們的金幣呢 已經購買前面帶推廠的武器啊 那我們現在要抓緊時間 趕緊去把那個推廠武器呢 給他買下來啊 因為喪屍呢 在我們買的過程當中啊 會過來追我們 這就是超臉俠的模組車間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車間呢 有非常多的武器啊 那麼我把我剛才要找的那款武器呢 給他提前放出來 好了 就是這款推廠戰車啊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火炮威力 現在我們開啟的是第一視角 然後前面向我們跑過來的是黃色喪屍啊 大家都知道黃色喪屍呢 他必須要擊打他二十多下才能把他給擊刀啊 他比紅色喪屍呢 更難打 啊 現在我右邊呢 有一個黃色喪屍 沒關係啊 我們先把其他的喪屍給吸引過來 好的 現在這個黃色喪屍的跑過來 我們就朝著他的頭打 啊 這樣他的傷害效果比較大 然後右邊這邊呢 還有一個喪屍啊 大家發現沒有 我這款推廠戰車呢 他的火炮啊 是可以360度旋轉的 像以往的武器呢 他周邊的這些喪屍他是經常打不到的啊 因為他的體積大嘛 啊 剛好跟這些喪屍呢 有一些落差 那這款小型的推廠戰車呢 就沒有啊 他只要火炮撞過來的地方 剛好就對轉這個喪屍的頭啊 哇 這真的是太方便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左下條這邊啊 這款推廠戰車呢 他的火炮大概有1600多發 真的是夠用了 啊 像這種賽場呢 經常就是這些戰車武器放出來啊 啊 怕他的火炮武器呢 啊 一下子打光啊 像這款呢 基本上可以打很久啊 啊 現在還有1600多發啊 我們打了這麼久啊 啊 根本是太夠用了 然後現在這些這樣子呢 啊 靠近我們 你看 我就用這樣旋轉的 上面流出旋轉的來打他 你看 多方便 呼呼哇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現在我們換上了第二輛要測試的車輛啊 這一款呢 是武裝戰車啊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他沒打出一發火炮呢 他的車子的後座力啊 是非常強的啊 會往後倒啊 所以剛剛的車子我們就可以看了出來啊 這輛車的底盤呢 不是特別的穩啊 但是火炮威力呢 還是挺強的 哇 一說著呢 就可以把前面的龍蟎給擊倒 啊 這個火炮威力呢 還是不錯的 就是這個車子太晃了 啊 所以說呢 我們在 哎呀 不會吧 我剛說他晃啊 這輛車子就翻了 我們來試一下看能不能給他翻起來啊 哎呦 還可以這樣的嗎 哇 不錯啊 哎呦 可以可以可以 哎呀 又翻了 那我們看一下能不能繼續給他翻回來 翻回來 翻回來 哎呦 啊 這個是有點意思啊 他能翻回來 啊 但是缺點就是這輛車太晃了 確實他這個底盤啊 需要改進啊 啊 如果給他底盤加重的話 這輛車是非常的穩啊 啊 打這些傷的就沒什麼問題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他左下的火炮啊 他的火炮呢 大概數量是1400多吧 他的火炮數量也是算是非常多的 啊 就是不穩 啊 現在又煩了啊 我有點無意啊 那看來這輛車的表現呢 也只能到這樣了 啊 我覺得沒有這輛推產的這輛車好死啊 現在我們要測試的是機甲機器人啊 然後我們要切換第一視角 首先 下方打的這個是機槍啊 然後換一個視角呢 是火箭炮 啊 這個火箭炮的威力還是挺強的 欸 然後我們的下方呢 來了幾個上司啊 那我們就要朝著上司打 哎呀 不會吧 我現在用火箭炮呢 把自己給打到了 結果把自己給打死了 哇 怎麼這麼菜啊 那看來這款機甲機器人呢 沒有前面兩款的武器強啊 好吧 那這款不行的話 我們就繼續換啊 現在我們換上 我認為是最強的一款重型坦克啊 這款坦克的火炮威力呢 是非常強的 看到沒有 這個炮打出去啊 基本上前面的煙霧呢 我是看不到這些上司的啊 哇 真的是可以進去無限的掃射啊 但是他這個火箭呢 耗得非常快啊 呃 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這邊 它一下子就變成600多發 打到500多發 那如果他的火箭呢 人無限用 那麼這款坦克呢 就是目前為止最強的啊 呃 所以說呢 呃 有好有好的好處 壞有壞的好處啊 呃 但是我覺得 按照目前為止這四款的測試當中呢 來看啊 我認為第一款的 虧慘的那一款 機槍戰車啊 他的這個 表現還是不錯的啊 雖然 這款重型坦克呢 他的火箭威力強 當然是他不耐用啊 啊 打上次模式呢 我就希望 可以開出比較耐用的武器啊 那所以說以後呢 我們可以試著考慮那一款推產戰車 好啦 本期的遊戲解說呢 到此結束 我是超雷俠 喜歡我的解說 記得點讚加關注喔 讓我們下一期再見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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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間有多塊的你